欢迎人气偶像男演员许卫舟先生 来 我们前面的摄影大哥 我们先 好的 卫舟你好 请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先打一声招呼好吗 大家好 我是徐卫舟 真帅气 看一下你这一套衣服 跟我们好好地分析一下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穿这套服装 怎么一个想法 其实今天挺热的 但是其实穿这套衣服还是想 正式一点 然后又带一点休闲 所以我还加了个小帽子 加了一个小帽子 而且非常有军大衣海军的感觉 谢谢 非常地帅气 而且高挺 有没有 好 不过其实这一次呢 卫舟来不只是一个来参与我们整个首映 而且呢它其实是有一部片子跟我们见面的 是叫做《再见初恋》 对 《再见初恋》 对吧 在里面是跟哪一位一起拍摄的 和春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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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春夏一起来拍摄 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跟平常拍电影 或是拍戏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还挺大不同的 因为这一次呢也是 第一是时间比较紧 然后呢也是感谢Vogue 然后在这么短一个时间里面 然后筹备了这个 以这个最顶尖的一个团队 筹备了这么一个微电影 我觉得能和Vogue合作 然后有这么一次的这么一个微电影 然后有这个作品 我觉得非常开心 所以像这个作品的话 你到目前为止是看过了吗 还是 看过了 完全看过了 你觉得你在里面表现得怎么样呢 大会我们都要进去看 还行啊 你会紧张吗你 不会 不太会紧张 对 拍完了吗 还紧张什么 那在里面拍摄的是什么样子的角色 是一个讲述一对情侣嘛 然后他们吵架 然后没有见面 然后呢 其实就是一个挺纠结的一个小故事 是是是 所以叫再见初恋 可能到最后的话 又有那种初恋的感觉 卖个关子 先别说 好不好 不过其实接下来我们的周周会 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 呃 我会在八月份 然后发布我的新的专辑 OK 对对对 然后之后呢 会有新的戏 然后进组拍戏 好的 那我们到时候都非常期待 我们周周一些新的作品了 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维州先生 谢谢 来 里面请 来 里面请 谢谢 谢谢